两个女徒人在荷里活广场突然被陌生的男人用刀袭击之后双重倒地 路过的Charles即时为他们进行急救 可惜两个人最终双重不治 Charles当时原本拿着手机路过延长 他事后透过传媒讲述自己的感受 说当时根本不知道疑空原来就在他的眼前 而他当时只是见到伤者伤势危急 一心只是想救人 Charles说 自己当时整手都是血 与杂的女人已经无默搏 围捕的位置有多处到上 之后有人拿出自动心脏除战气 他就为个女人进行电击 但是对方已经无反应 Charles本身是圣约翰救商队和同军成员 他的救人行为获得网民赞扬 Charles就在网上留言说 自己只是做应该做的事 相信每一个人遇到需要帮助的人 都会拿出爱心帮手 폴�子